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呢 曾经介绍过一些波动的一些现象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新的单元 叫做弦波的波数 因为这个在波的传送过程当中呢 算是属于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公式 我们假设有一根弦 这根弦的长度呢 假设是L 那它的质量假设是M 所以它的线密度呢 就是用质量除上长度 我们一般用这个μ呢 这个符号来表示它的线密度 那它受到一个张力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两边呢 把它拉 去扯这根弦就对了 那这个张力呢 假设是F 对 那我们利用这些 一些数学公式呢 来探讨这个 它的速度呢 跟张力 还有泻密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它有一个张力呢 所以我们把这个张力呢 分解成两个向量 那其中这个张力呢 因为两边都有张力 它的合向量呢 就是往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就变成这个 它的向心力 所以两倍的F乘上sin的θ 这向心力的功构就是m乘上r分之v的平方 这个v呢就等于是这个po呢 这个指点在传送的一个速度 因为弦也是由指点所组成的 它所传送的一个速度 v的平方 那因为这个θ角非常的小 我们知道如果θ角很小的 接近零度的时候呢 sin的θ的函数值就等于θ 就它的角位移 也就是用这个δS呢 除上这个r 除上它的半径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圆弧 像那个圆弧 那δS呢就刚好是等于 二分之一的弦长 所以把它带入到这个公式里面去 如果带入到这个公式里面去的话 把2f呢 2f就是两倍的f 再乘上这个θ 因为sin的θ接近于θ 就是乘上2r分之l 所以就变成f乘上r分之l 就等于它的向心力 那经过整理以后 我们把它削掉以后呢 经过整理以后 我们就得到它的坡数 就是弦上坡的公式 你可以发现这个公式呢 跟绳子的张力的平方根呢 成正比 那根本身的泄密度呢 成的平方根呢 是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我们接下去呢 透过一个立体 来对它的坡数呢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现在有两个人呢 面对面 拉住一条10公尺长的一个绳子 那假设绳子的质量是1公斤的话 好 那所以它的泄密度呢 μ呢 我们知道就等于m除上l 所以它的泄密度 就是用1公斤呢 除上10公尺 好 也就是等于0.1就对了 那如果这绳子的张力 是40牛顿的时候 好 那其中呢 就是 就是让一个拉力 其实就是绳子的张力 好 那现在有一个人呢 对着绳子轻微的抖动一下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弦上坡 那缠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 需要多少时间 好 那我们知道时间呢 一定是等于速度除上距离 对不对 时间一定是等于距离呢 除上速度 那我们知道它的距离呢 是10公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的速度算出来就好 那我们知道它的速度呢 我写在旁边 就等于根号的F 除上μ 也就是等于呢 这个40呢 除上0.1 好 那40除上0.1就是400了 那我们知道根号400呢 其实就是20 对它的速度是 每秒20公尺 所以我们再带回去 带回去后你可以发现呢 虽然是10公尺的长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好 一秒达到20公尺的速度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的张力大 好 张力大 然后泄密度呢 比较小 好 比较小 所以它的时间呢 只有0.5秒而已 虽然两个人 虽然相隔了10公尺 好 可是呢 因为它 弦上坡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 1秒20公尺的速度 算是相当快的 如果乘以3.6的话 它的时速差不多 相当于是72 因为秒数换成时速呢 乘以3.6 所以这时速还是 相当算是相当快 所以它只要0.5秒呢 它就已经传到 对方的手上了 好 以上是有关 弦上坡的一些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